一命二运三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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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 你的每一次熬夜 都是在透支自己的身体 一位科学家也曾说过 少睡觉 并不会让你比别人拥有更多的时间 反而会死得比别人更早 我们的身体 好像一台机器 一味的高速运转 不停歇 时间一长 会出现毛病 最终报废 而不懂得休息的人 最终会拿出更多的时间去看病 甚至付出更多惨痛的代价 因此 无论是因为任何原因熬的夜 都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人活一世 短短几十载 没有任何事情值得我们去熬夜 更不要让烦恼和忧愁 让我们连转反侧 夜不能眠 即使是天大的事情 睡好觉 也才有精力更好的去面对 睡好觉 不仅能让我们活力满满的过好每一天 能让我们更好的谋划 属于自己的未来 其次 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作息时间藏着福气 分别来看 其一 卯石 大肠 精当令 卯石 即早上五点到七点的时间段 一般来说 是太阳升起之后的半个小时内 这个时候起床最为合适 五点在二十四节气里 对应时令为经者 经者 万物动精 也是身体阳气苏醒的时间 这个时候起床 有益于身体的气血苏畅 有利于阳气生发 如果长时间错过这个时间段起床 即便是一天睡够了八小时 也容易精神萎靡不振 还容易引惹肝火上升 在 《皇帝内经》中记载 《卯石大肠经旺盛地虎开》 意思是说 这个时间段是大肠活动的关键阶段 可以适当的喝水 以及吃一些助消化的食物 有利于肠道磨动 消化排毒 养成卯是定时排变的习惯 不仅能够保证体内堆积的毒素 及时排除 也能达到降着厨屋的效果 也会让皮肤更加白净 其二 晨时 未经当令 晨时 即上午七点到九点的时间 这个时间是未经旺盛的时刻 无论是瘦身或者养生 在这个时段都需要吃一顿丰盛的早餐 如果在这个时间点不吃早餐的话 会造成胆气不顺的状况 容易口苦口干 消化不好 其三 四时 脾经当令 四时 即早上九点到十一点 此时 脾经旺盛 脾主运化 身体消化功能开始运作 产生的能量运转全身 这个时候 适合走动 以及做一些放松的运动 其四 五时 心经当令 五时 即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 从中医养生上来看 午餐不宜吃得太晚 最好在十二点三十分前吃完 午睡时间最好在三十分钟之间 不宜超过半小时 这个时候躺着小气 或者静坐安神 能让身心达到休息的效果 其五 喂食 小肠经当 令喂食 即下午一点到下午三点 这个时候 小肠活动最旺盛 小肠吸收食物的精华 气血教虚的人 在此时不是一座肺脑的工作 容易因为大脑缺血 犯迷糊 做错事 其六 深食 膀胱经当令 膀胱有化气清水的功能 负责排泄人体的废水垃圾 此时最好增加水分的摄注 同时也可以补充一些红豆艺米等有助于除湿的食物 借助排便能够排走体内的湿气 其七 有时 肾经当令 肾 在中医里被称为生命之根 先天之本 肾不好的人 容易面色蜡黄 无精打采 体虚异病 肾在有时进入筑藏精华的阶段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养精蓄锐 当前时段需要补充营养 清淡的晚餐能够满足身体所需的营养 其八 虚实 心包经当令 虚实 即晚上七点到晚上九点 所谓心包经 也是心经的一部分 这个时段的关键词是开心 且不亦忧思过重 当前时间适合放松 读书 听音乐等 做一些快乐的事情 其九 亥时 三胶经当令 亥时 即晚上九点到半夜十一点 三胶经是养血的的经脉 养好三胶经对身体十分有益 身体的气血得到滋养 面色自然 红润头凉 在亥时前入睡 有利于身体养精 想要皮肤好 气则家 就要学会早睡 因此 无论是从那个角度来看 一个良好的作息 对于我们的发展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在佛教中 也很重视睡觉这个问题 认为 睡觉其实是一种修行 王阳明曾言 既来吃饭 眷来眠 只此修行悬更悬 修行不在别处 就在日常生活中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顺气自然 就是最好的修行 曾经有一位学者问禅师 您现在还修行吗 禅师答 每天都在修行 学者又问 您是如何修行的呢 禅师说 既来吃饭困来眠 学者笑着说 众生皆是如此 为何他们不是修行 而您是呢 禅师答 世人睡觉时万般思索 吃饭时百般计较 所以 吃饭时并不是在吃饭 睡觉时也并非在睡觉 在生活中 有很多人忽略了 睡觉这件事的重要性 却不知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是对生活最好的尊重 著名国学大师南怀锦也曾说 如果你问我信仰什么 我的回答是睡觉 睡觉 睡好觉 是一种能力 这种睡眠力 体现了一个人的自我控制 自我治愈 以及自我复盘的能力 老子也讲 天人合一 亦阴亦阳未知道 工作与睡觉 仿若阴和阳 阴阳各半 缺一不可 睡觉是为了更好的工作 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睡觉 明白了这一点 就明白了生活的真谛 睡觉 睡觉 是对生命的敬畏 更是人生的历练 几点睡觉 就决定了你人生的修行是怎样 其实纵观古今 你会发现 越是成功的人 越是懂得深度睡眠 作息规律的重要性 曾国藩坚持早睡早起 其家族受其影响 凡生六代 无一败家子 著名作家村上春树 晚上九点睡觉 早上四点半写小说 坚持了三十年 畅销书 活着 作家于华 从不熬夜写作 他告诉自己 但凡离开书桌 就坚决不再想小说的事情 在他们看来 长期做一件事情时 规律便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因为人生是一场马拉松 而不是短途跑 如果在半路就耗尽了自己的能量 那么成功的终点 必然遥不可及 著名作家林清玄 就曾因写作陷入了低谷期 但经过禅师的一番点拨 开始认真吃饭和睡觉 最终走出了低谷期 写出了许多优秀 又有哲理的作品 人活一世 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 只有细心呵护自己的精力 才能走得更长远 总之 正如一代军事家诸葛亮所说 宁静方能致远 任何事情都是如此 自律才能收获自由 自由才能收获淡定从容的人生 想要赢得自由从容的人生 就要从每一件小事做起 从好好睡觉做起 人生在世 行 走 坐 卧 睡 都是修行 虽然吃饭 睡觉看似简单 但总有人食不知味 有人睡不安稳 如此一来 又怎能做好其他的事呢 所以 想要睡好觉 就千万不能带着以下这些东西一起入睡 否则 后果很严重 一 不要带着怒气入睡 大乘武运论告诉我们 云和为称 为与有情乐做损害为性 沉默心如果没有及时化解 就会转成怨念 伤身又伤心 曾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过去有个女子做了很久的噩梦 梦里有座黑房子 房子里不停地传出尖叫声 在这样持续的噩梦之下 久而久之 她就产生了凶闷的毛病 虽然找了许多医生 但都没有办法 机缘巧合之下 她遇到一位禅师 禅师听完她的遭遇 就拿出一把钥匙 并说 你在做梦时 看到门上的铁锁 就用这把钥匙打开门 放出里面的人 当她又做到这个噩梦时 拿着钥匙走到门前 这时 她才发现 里面关的 都是自己憎恨之人 于是 她放弃了开门 她要让这样人 痛苦煎熬下去 就这样 半年过去了 梦里的铁锁渐渐生锈 而女子的病情 也愈加严重 禅师见了 摇头说道 索快嗅死了 你只剩最后一次机会 若还不打开 你就只能永远这么痛苦 女子终于下定决心 打开门后 里面的人一冲而出 最后 她发现角落里 站着一个瘦弱的女子 走近一看 竟然就是她自己 就在这一刻 房子轰然倒塌 她的病终于好了 原来 这座黑房子囚禁的 不是别人 而是她自己 当她满含怒气 怨恨别人时 痛苦最深的 也是自己 科学研究表明 负面情绪的记忆 在过夜之后 更难逆转 佛经上也说 世间之极 莫过猛风 愿念之征负素与比 一切如来 金刚天等级五通仙 不能救护 愿对的念头 比猛烈的风还快 即使是如来金刚 都来不及救护 佛陀更是开始道 当一个人生气时 会有七件坏事降临 一是丑陋 二是疼痛缠身 三是错把善意做恶意 错把坏人当好人 导致痛苦与伤害 四是失去辛苦赚来的钱 五是失去声望 六是亲友与你形同陌路 七是转世畜生道 可见 一个睡前心怀愤怒 任由怒气驾驭自己的人 受影响的 不只是你的身心 更是你的命运 人啊 睡前一定要想明白 事事无常 转眼便是尽头 剩下的日子 一天比一天少 能折腾的日子 也不会再有许多 与其花时间生气 不如聪明一点 开心的过 一念放下 万般自在 放下情绪入睡 救 是一场修行 二 不要带着遗憾入睡 佛经云 生死是大 无常迅速 生命 不在朝夕 只在呼吸之间 当无常呼至 留下了舍不得 放不下的遗憾时 就只能被痛苦所迁 在苦海中煎熬 人生在世 别抱着遗憾入睡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味老人 为人节俭 他得到一箱梨 总会先挑烂的吃 结果 陆陆续续都有梨会烂 而老人 也始终吃到的 都是烂梨 原本好好的一箱梨 最终只能吃烂的 生活中 有多少人 都有过这样的类似经历 昂贵的衣服 总想留到重要的场合 于是留着留着就过时了 精致的食物 总想放到最后再吃 于是放着放着就过期了 在乎的人 总想着来日方长 于是等着等着就散了 有多少时光 还不来及善待 就留下了遗憾 《无常经》中提到 大地即日月 时至皆归尽 未曾有一事 不被无常吞 世间种种 都是在刹那间生灭变化的 活好这一秒 别等下一秒 人生一眨眼就老了 把握当下的每一刻 别在睡前留遗憾 毕竟岁月经不起蹉跎 千万别等到冬天来了 才怀念春天的岔子烟红 别等到身处迟暮 才后悔荒废了青春年华 往后余生 此时此刻 就是你人生中最美的瞬间 吸取眼前人 不留遗憾到明天 三 不要带着烦恼入睡 带着烦恼入睡 人生只会越走越难 经典告诉我们 烦恼都是客人 叫客臣烦恼 世上所有的烦恼 都是因为你愿意留他 你若不留他 他自己就走了 你若不肯放下 他就会一直跟着你 佛经理有这样一则公案 过去有个人活得很烦恼 于是去请教禅师 他向禅师讲述着 自己遇到的种种不幸 希望禅师为自己改变命运 禅师问他 你向往什么样的生活呢 是在天空翱翔的鸟 还是在水中翱游的鱼 不等他回答 禅师接着道 世间所有生灵 都有自己的使命 你看到的是鸟和鱼的自由 却没有看到 他们随时都会成为猎物的不幸 过了一会儿 禅师说 人各有难 生活本就如此 当你学会放下烦恼 在睡前原谅一切 那你的每一个明天 便都是重生 那人听完后 若有所思 从此以后 无论遇到什么烦心事 都会在睡前放下 久而久之 他的心中喜悦越来越多 生活也越来越顺利 人之所以痛苦 就是认为自己总是对的 别人总是对不起自己 将一切错误都归罪于别人和处境 念念都觉得自己没有错 而不反省自己 也有满身的过失 这就是我们痛苦的最大根源 每个人最大的弱点 在于他自以为自己是最聪明的 同样试过一辈子 欲望大的人 得花很大的气力 才能满足要求 而欲望淡薄的人 少欲少烦恼 便能够安稳地中此一生 人如不能知足 就永远都在烦恼中 从物质的爱欲中挣扎出来 少欲无贪 自然天广得阔 无限风扰 生命里最难能可贵的 就是生活的品尝 信心 毅力 勇气三者俱备 则天下没有做不成的事 人生诸多风雨不顺 都是必经之路 可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不称心 就烦恼从生 自怨自意 当你开始接纳了一切的不如一时 一切就都会变得不一样 法巨经 由云 千千为敌 以人圣之 未若自胜 为战中上 意思就是说 即使你战胜了千万个敌人 也比不上战胜自己内心的烦恼 其实这世上 谁没有烦恼呢 唯一的区别就在于 有人想通了 而有人想不通 想不通的 日子就糟心 想通的 日子就顺心 生活怎么过 全看你怎么想 睡前想明白 醒来没烦恼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风水在人心 感谢您的观看 不要忘了点点赞或订阅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或订阅 转发 打赏或订阅 转发 打赏或订阅